咳嗽对于人体来讲是一个保护机制 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反应 如果有医务存在的时候 人体就会发生一个咳嗽反应 这主要指的是气道内有医务存留的时候 那么这种咳嗽反应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把这种异物排出去 如果体内长了肿瘤以后 特别是肺癌 我们知道大多数病人肺癌 如果是周围形肺癌 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当肿瘤位于大气道的时候 虽然它体积很小 但是它会刺激到脂气管黏膜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刺激作用 在这种刺激作用下 人体就会发生咳嗽反应 那么这种咳嗽反应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把病面排出来 但是它是长在人体内肿瘤 它是无法把它飞上卡出去的 所以这样时候就是一个咳嗽刺激 刺激因素是持续存在 所以它的咳嗽就表现出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实际上这对于肺癌来讲 是有特异性的一个症状 我们就把它叫做刺激性咳嗽 这是一个肺癌的典型的一个表现 自然是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感谢观看